旧金山一直以来都是加州非常著名的阳光城市 但是今天就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开始 天空稀稀哩哩的下起了小雨 而这样的小雨给这所阳光城市 也带来了不一样的有情调的感觉 那么今天明月就在这样一个有情调的天气当中 为大家介绍一个有情调的书店 它的名字就叫城市之光 城市之光书店位于美国旧金山北海滩 这里是通往地下一层的一个非常狭窄的楼梯 让我们一起看看地下一层有什么吧 哇 走在这样一个狭窄的楼梯里 给人的感觉就是所有的知识 所有的书还有所有这些文字 全部都向自己涌来 特别是一种和文字为生的感觉 很享受这样的感觉 你不妨也来感受一下 哇 原来这里还是一个更大的宝藏啊 原来呀 地下一层是属于音乐爱好者的天堂 这里充满了很多音乐方面的藏书 今天我们非常幸运赶上了城市之光60周年的庆典活动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接下来会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吧 城市之光呢是美国西皮文化的发源地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和西皮文化有关的东西 比如说呀这就是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很多西皮文化的代表人物 还有一些西皮文化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这个就是城市之光50周年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的画面 在城市之光读书呀你能领悦到非常美丽的诗集 你还可以听到非常优美的音乐 但是相信你一定会遇到一些自己不懂的词 这里面的一个安静的角落就给你提供了第三版的伟式大词典 坐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查找你所领略的每一首美诗的不懂的词语 在这里啊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板块 它这上面问 What books changed your life? 哪一本书改变了你的人生? 嗯我想到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书给我影响非常的深 那么我就要把它写下来了 这就是我人生当中影响我的第一本书 它的名字叫Who moved my cheese? 谁冻了我的奶酪 我将把这本书贴到这上面 嗯大功告成